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长舌头糖吗 竟然有人从里面抽到了水晶口红 据说用它涂在嘴唇上 就可以随意变换嘴唇的颜色哦 太神奇了 什么 就是你们的鬼舌头藏里面竟然能抽到水晶口红 人家在嘴唇上还在变色 这不是这么多 作为金属和蜘蛛女孩 我也想要有一只 那我也想要一只 网上有卖的 网上下单 宝字们 舌头糖给你们搞来了 让我一次你就拿了一百分哦 最主要的是 这个狮子糖超便宜 只要一块钱一袋 一块钱一袋的舌头糖里 真的能抽出变坏水晶口红 变了段子 但是赶紧来寻宝宝 这种红红丸三种口味 能穿哪一种呢 要不然现在穿红色呗 黄色 让我来找找有没有头红 原来这么长一个舌头 这还是弄心绿色的 这里面好像还有个东西 这不是吸血鬼的小尖牙吗 这么尖 带在嘴里也不得把嘴里扎破了 哇 这个舌头好有弹性啊 舌头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小点点哎 尝一口 嗯 好香啊 青苹果味的呀 丢进观中 把咱再来看一个蓝色的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哎 又有个素鸟牙齿啊 这一次是个橙色的舌头了 哇 这橙色口红倒是没见到 来尝尝这个橘色的是什么味道的 啊啊啊啊 哇 居然是香橙味的 这个味道我爱了 既然蓝色的没有 那咱们再来拆个黄色的吧 呃 四 咦 红色的口红 又来了一个獠牙 这种红色的口红 它不是草莓味的 这一口 果然是草莓味的 好吃好吃 真好吃 呦 连抽了三个舌头糖 都没抽到口红 小伙伴呢 你们说我今天能抽着吗 可是还为什么抽不到呀 水晶纯通是你这种 普通人能抽到的吗 那必须是我这种帅哥 才被拥有的 你抽就抽 来包红色的 让我来抽抽 啊 没有啊 哪再来包黄色的 也没有啊 我最喜欢的蓝色 应该有了吧 喂 这个是口红 视频通本公主口红啊 赶紧打开来看一看 拧出来 哇 没有赌花啊 金银剔透的好美啊 怎么样啊 我说能抽到就能抽到吧 我又不能用一只 不行 这身这么好看 必须是我的 小蟹 听说它可以变色 咱们来试试 它是不是真的 那就贡献出我的嘴唇吧 哇 我的嘴唇真的变得好红啊 有种娇艳欲低的感觉 这个口红的变色效果也太好了吧 哇 你涂了以后 蓝色好好看啊 我要拿去给我的小蓝蜆蜴去 哎哎哎哎 我还想试一下呢 不过没事 咱们还是这么多的舌头能吧 小脸都能拆到 可不过肯定能拆到 小蓝蜆蜴在上面吹啦 四 红色的舌头 没有口红 又是一个红舌头 哪还没是红舌头 这红舌头咱这么多呢 总算抽到个不一样样的 哦 哦哦 贪心啊 好 你看我干嘛 咱这个义人们 错ом满满一旁啊 你以后连利时 哪有ured口红 影 panting sta jó 难道我今天就是 dessus吗 啊 这也太累了吧 我的手都吞酸了 现在只剩一鼓一蓝最后两毛了 这两毛里面又再没有口红 看得我就上梦了 这个里面也没有 最后一包了 小可爱能给我点点赞赞啊 还是没有口红 怎么的预级口红这么差 我记得了 瞧瞧这满桌子的高章带 还有这一堆细别的牙齿 就得看看这碗舌头糖 你们就知道这个我得有多累了吧 这碗舌头糖会吃到什么时候啊 因为他们来做一个巨型的舌头糖 而且水饺肯定超辣风 这碗滑滑滑 成功把这些舌头糖全部倒进去 再来炖点水 看不 咱们要看手舌头汤咯 哇塞 这个软糖和饭的味道太香了吧 没想到全部融化了以后 竟然变得像草莓仔戏一样了呀 太诱人了 不怕舌头太烫了 等它凝固以后 就会变成了一个 净净的软糖了 这天人先放在这里料一会儿 等它凝固了 我再来吃 嗯 这个是什么呀 不会是我姐拿石头糖熬的汤吧 哎 这里好像有个东西 哦 是口红 不是吧 又被我捡到了一只口红 哎 这里有一只 我姐可真是粗心 这里有一只都没发现 我现在已经有三只口红了 一只橘色 一只蓝色 一只粉色 哇 到底颜值都好高呀 现在这只找熊斑斑斜血样了 我的天哪 你见过这种水晶泡泡欲求吗 有人竟然用它泡出了一双迷你水晶高跟鞋 听说在5月12点 它还会变成灰姑娘的水晶鞋哦 太神奇了 水晶高跟鞋锁里 竟然能泡出一只水晶鞋 听说这只水晶鞋 它也连成12点 它也会变成灰姑娘的水晶鞋 啊 那车上来 水晶鞋就会因为王子啊 这么好的东西 你自己要来同事一样 上下单 宝字们 视频从来水晶鞋销给你们倒来了 这个鞋销可不得要死了 一颗就得九个大块钱 一共九颗 你都算在 不过我花了多少钱 不如说真的 它们的颜值可真是超高 但是每颗鞋锅的颜色都不一样 香味又不一样 废话不能说 咱们赶紧来寻找高跟鞋吧 这颗鞋锅的颜值 这颗都是闪闪发光的 咱们又先从最旁边的这颗金色的开始吧 手碰 把小球球放下去 哇 小伙伴们快看 它已经看得如远了 不停的往外吐泡光呢 不知道最上面金黄色的部分能不能凝结呢 放一放 现在小球已经完全凝结了 我们来找找有没有高跟鞋 嗯 看来这颗黄色的球里没有高跟鞋 没关系 咱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亮晶晶的紫色球 我丢 哇 这个紫色球从化了以后 好好看 嗯 它是薰衣扫香味的呢 紫色的也差不多融解了 嗯 小喽一下 嗯 这里面有啥瓣没 连续融化了两颗 太心疼了 掉了 还不继续吧 这次咱们来一颗锅锅绿色 有点喷重 浇上热水 哦 一下子就被冲回了一个队 直接融解了一半 嗯 绿色的也没结完啦 可是 这里面也有什么高跟鞋 不会吧 咱们再来个橙色和蓝色一起试一试 这两颜色换在一起 竟然还挺有嘴皮感的 赏热水 哇 直接就沸腾了 一半香绿色一半丁红色 看起来太美了 小伙伴们帮姑姑点点赞赞 集集游戏 这一次不管怎么样 总得也能泡出来个平衡啊 我搅拌大法 这两个味道合在一起 怎么能搅拌呢 总算是融解来了 两个鞋里面让我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高跟鞋 这回我得仔细点捞啦 嗯 又是没有 唉 我的运气啊 一人难定啊 一二九颗 我都已经收了五颗啦 高跟鞋的影响都没得到 这个视频该不是天然的吧 不行 我还没拿到这个鞋子咋呢 选一颗我最喜欢的粉色 先去泡澡 等下 我再继续回来撤 嗯 嗯 邓邓我已经听见 贵贵说要找什么水晶高跟鞋 感觉应该是一个很支线的东西 唉 这不是泡泡玉球吧 难道高跟鞋是在这里面啊 那就让我来给它泡一泡吧 这泡泡玉球也太好看了吧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啊 那就把它回来一起蒸起水中 哇 那么瞬间开始溶解啊 对了对了 这还有一颗蓝色的呢 一起帮你去泡澡吧 用热水再给它们浇一遍 让它们快速溶解 好了宝兔马 现在已经全部溶解了 让我来捞一捞 穿入中的水晶高跟鞋 在哪里在哪里 哦 这这 这个是什么 哦 那这就是水晶高跟鞋吗 这个水晶高跟鞋也太好看了吧 我一定难心看到这个行动了 不过就是它太小了 不能穿紫米饭 那就评论区随机抽个小鞋送给你吧 嗯 泡了个澡 浑身子香香香的 这个小鞋子 我再告诉你们了 刚才我在泡道的时候 从粉色的一蟲里面 抽出来了一个水晶高跟鞋 不过是一只 接下来就让我来找一下 另一只的男儿 嗯 你们一蟲呢 啊 那怎么化成水了 难道 是小鞋蛋呢 我的天哪 把香皂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 一辈子都用不完的云朵香皂 把香皂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就会变成一辈子都用不完的云朵香皂 我用了十几年的香皂 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这辈子都不用买香皂了呀 眼见为时 咱们去买香皂 哇 那这么多香皂 快点买哪边呀 大家什么样好看的呢 我要这个红色的 那我要来个黑色的 绿色的也不错呀 我们买的香皂 超级香的香皂 嘿 红石柱这块 里面就是红色的呦 茶树油盖的是绿色的哦 独碳款是黑色的哦 用它们做出来的云朵香皂 应该是三种不同颜色的云朵吧 好期待啊 咱们赶紧来试试吧 烤箱来了 咱们现在是一块绿色的 开烤箱 放进去 咱们就静静等待着它变成云朵呢 黑色的云朵 它有没有变成云朵啊 这怎么还是原样啊 啊那肠变成超红 是不是这一块绿色的不行啊 怎么画饼的呀这是什么啊 那就用这款煮炭的吧 把它放进烤箱中 继续烧一块香皂鸡 继续烧一块香皂鸡 怎么还是老样子啊 一点变化都没有 拖起来还超级当手 不过它的背面好像糊了一点 笨蛋啊 这背面是帅的 它运动的也不行 它也希望只能寄托在最后一块上了 红色小子 放进烤箱 这次咱们把火力扭到最大 时间也来它的三十分钟 这三十分钟已经是我最后的耐心了 你们最后给我赶紧变成运夺 不然我就再也不用小子了 诶 彤彤你看看 它好像变大了一点 它真的在彤彤了呀 继续再等一会儿 它肯定会变成超大云朵的 什么意思啊 感觉都火了 不是吧 这还是刚才那块小皂吗 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小皂云怎么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啊 戳起来还脆脆的呢 像棉花一样啊 我觉得它超像我吃的馒头 这是什么 难道里面还有线 笨蛋 这明明是没有融化的香皂 怎么跟包子线一样啊 不过它也太香了吧 像我头都晕了 你们知道到底是哪个孩子出错的吗